大家好 上一期跟大家分享了 我们给长寿花换盆之前 需要做的两个动作 第一个就是给它补充高领高甲的肥料 强壮它的根 第二个就是给它控水 让它的根系发如往脱水的状态 那么这一期只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给长寿花脱盆之后 该怎么处理才能给它上盆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给它修掉根系 那么我们修掉根系的话 只要是修掉一些毛细根 我这一颗已经被我修的差不多了 现在基本的剩下的是一些比较粗壮的主根 因为我们修掉这些细根 能促进它长更多的细根出来 这样的话它吸收养分的能力才强 如果都是一些老根的话 不但容易出现腐烂 而且它吸收养分的能力会变得更加弱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一定要适当的给它修剪掉一些细根 尤其是一些过长的毛细根 我们修剪完成之后 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动作 就是给它杀菌消毒 因为我们修剪之后 伤口特别多 我们给它上盆之后 容易受到细菌的感染 所以我们最好用上这个带生猛性 按照1比1000的比例 对上清水 以后把整颗长寿花 放到这个对好带生猛性的清水里面 给它浸泡15分钟到20分钟 包括叶片全部给它浸泡 我们给它浸泡好杀菌药之后 接下来就是把它捞起来 然后把它放到通风阴凉的地方 给它吹干 吹干之后 我们就可以给它配土上盆了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 这一期就跟大家暂时分享到这里 下期跟大家分享 我们如何给长寿花配土上盆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